36. 《文匯報》 中證監再出招禁借戶口炒股 2015年7月13日《重要新聞》 A.07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陶若斌 中證監週日無休 加班再出招鞏固A.股保衛戰戰果 中證監網站昨日公布關於清理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見 要求嚴格落實證券帳戶實名制 證券公司應當嚴格審查客戶身份的真實性 交易帳戶及交易操作的合規性 防範任何機構或個人借用本公司證券交易通道違法從事交易活動 據記者向熱內了解 目前有一些境外人士包括港人 一向有借用內地親友的身份 開設證券帳戶 從事炒股活動 換言之 這類活動均屬違法 中證監稱 一段時期以來 部分機構和個人借助信息系統為客戶開納 虛擬證券帳戶 借用他人證券帳戶 出者本人證券帳戶等 嚴重擾亂了股票市場秩序 更一除柴益渴 這些違法現象又出現了捲土重來的勢頭 可能再次危及股票市場平穩運行 必須予以清理整頓 核查帳戶及操作真實性該意見要求 各證監局應當督促證券公司規範信息系統外部接入行為 並於2015年7月底前後完成對證券公司自查情況的核實工作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應當嚴格落實證券帳戶實名制 進一步加強證券帳戶管理 強化對特殊機構帳戶開納或使用情況的檢查 嚴禁帳戶持有人通過證券帳戶客設指帳戶、分帳戶、虛擬帳戶等方式違規進行證券交易 各證券公司應當在為客戶開納證券帳戶時 對客戶申報的姓名或名稱 身份的真實性進行審查 保證同一客戶開納的資金帳戶和證券帳戶的姓名或名稱一致 證券公司不得將客戶的資金帳戶、證券帳戶提供給他人使用 證券投資者應當按照法律法規和中國證監會的有關規定 嚴格遵守證券帳戶實名制要求開納證券帳戶 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出借自己的證券帳戶 不得借用他人證券帳戶買賣證券